122. 星島日報 入仁州設計如刺板 2015年7月18日國際A27作廢料的東京奧運主場館設計 由二年六十四歲的英籍伊拉克裔女建築大師哈迪德社哈迪特粗刀 其設計形狀卻被日本網民機為刺板或單車頭盔 日官員表示 不用完設計無需支付為約金 但哈迪德可能會以名譽受損等為由 提出句扼殺償 哈迪德的設計在2012年的國際比賽中勝出 但自設計方案公布以來 日本的學者及建築師紛紛作出批評 83歲的日本建築師基奇新形容設計師一隻等待日本沉沒的海歸 他去年向當局發出公開信 指號運主場館的設計令他感到絕望 場館日後會成為日本的恥辱 除了建築費高昂 設計方案被批評影響附近地區的可持續性 破壞附近明治晨光的大快綠地 日本天譜大學教授金斯頓 Jeff Kingston指奧運後很小活動需要使用到如此巨大的場地 他主張翻新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主場館代代目競技場 指新場館奢華及續艷的設計踐踏日本的運動員 去年哈迪德爭對批評作出反擊 指他們只是不想由外國的建築師負責 他反指一隻建築師藝君子 他們反對在該地點建設場館 我認為他們不應該參加比賽 最終輸了是他們的問題 對於當地人評擊他的設計 哈迪德指他感到傷心 稱原本與該地很多建築師都是朋友 尤其是相識狠狗 並爭與他合作的伊東禮雄 名譽不設受損設計師或撒上文部科學省表示 截至去年年尾 已向哈迪德方面支付了13億日元 約8130萬港元的設計監製費 相關文件沒有寫入解除核約時需支付違約金的條款 但政府相關人士稱 哈迪德可能會以名譽受損等受理由 提出具惡撒上 哈迪德在建築界享負姓名 2004年成為首位獲得普利茨哈建築獎 有建築界的諾貝爾獎之稱 的女建築師 他在多個重要的國際建築競賽獲勝 全球多國的建築物都有來自他的設計 中國的廣州大劇院及香港理工大學 賽馬會創新樓都是他的作品 他設計的2012年夏季奧運場地倫敦水上運動 中心 成本也大幅飆升兩倍 受到批評 綜合報導 並不斷地 遇到 如果您舍不就 提出了 賺多可 性格不就 提出了 不斷 不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